红烧猪蹄这道家常菜怎么样做才能够色泽红润软糯入味不油腻 哈喽大家好我是猪厨大山 爱美食的我每期呈现给你不一样的味道 那么今天为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 红烧猪蹄的做法 首先呢我们先准备好原材料 首先我们先准备好葱 姜 还有香料 香叶少许 花椒 八角 桂皮 冰箱两粒 这个干辣椒 这个干辣椒边境的个人的口味 我们吃辣的可以多放一些 然后呢再准备好这个冰糖 这个冰糖主要我们等一下要来炒糖色 糖色的作用呢就是给猪蹄上色 然后呢我们再准备好猪蹄 这个猪蹄呢我们已经让摊主帮我们改造好了 剁成这种小块状 把这个猪蹄买回来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放在凉水中请泡 最好要请泡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这样 这样做的目的呢可以去除猪蹄的血水 还有它的异味 大家看这是我们请泡好的猪蹄 里面的血水都被请泡出来 猪蹄请泡好之后呢 把猪蹄捞出 再次的用清水清洗干净 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 我们在购买猪蹄的时候呢 最好买猪前蹄 下一步呢我们开始炒糖色 锅内留少许的底油 然后呢把准备好的冰糖倒入锅中 把火调至小火进行炒制 用我们的勺子呢不停的翻动冰糖 直到冰糖完全碎为止 这个时候呢大家看冰糖已经完全融化掉了 这个时候的冰糖呢 颜色已经慢慢的变成浅房色 现在这个阶段呢 冰糖有浅房色 已经渐渐的变成了深房色 在熬制糖色的时候呢 最好开小火进行熬制 现在这个阶段呢 锅里冰糖的颜色呢会逐渐的加深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仔细观察锅里冰糖颜色的变化 冰糖的颜色呢已经变成枣红色 而且微微的起泡 这个时候我们加入水 锅里的水烧开之后呢 那么这道糖色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把它倒在盆中 等一下要用 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给猪蹄焯水 锅内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呢我们把猪蹄倒入锅中进去焯水 我们在给这个猪蹄焯水时 一定要用凉水下锅 凉水下锅可以有效的去除猪蹄的血水和异味 接着我们往锅中放入少许的小葱和姜片 这样也可以去除猪蹄的异味 再往锅中放入少许的防酒 这样呢也可以去除猪蹄的腥骚味 随着这个水温呢不断升高 直到烧开 表面呢会形成一层浮沫 我们用勺子把浮沫全部的打掉 一定要把猪蹄焯水焯透 直到锅里的水没有浮沫为止 猪蹄焯水之后呢 把猪蹄放入盆中 用清水清洗干净 把表面的一层浮沫全部的清洗掉 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烧猪蹄 锅内放入适量的底油 油烧热之后呢 把刚刚准备好的姜片和葱段 倒入锅中进行煸炒 一定要把葱姜全部煸香煸透 然后呢再把刚刚准备好的香料 倒入锅中进行煸炒 把香料煸炒出香味之后 再把这个我们刚刚焯好水的猪蹄 倒入锅中进行欢炒 然后呢我们再往锅中加入适量的黄酒 黄酒呢可以去除猪蹄的异味 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开大火进行翻炒 下面我们再把刚刚准备好的糖色倒入锅中 然后呢我们再加入适量的水 我们在烧制猪蹄的时候呢 这个水一定要多放 我们正常烧制这个猪蹄呢 需要的时间大概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这样 所以说锅里的这个水一定要一次性加足 下面呢开始给猪蹄调味 放入少许的鸡精 味精少许 然后呢再放入少许的白糖 再放入适量的酱油 最后呢我们再放入少许的蚝油 然后呢我们开始开大火烧开之后呢 把猪蹄放在小火上进行慢慢的炖制 把火调至中小火 盖上锅盖 炖制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这样 我们在烧制时间过一半的时候呢 要把猪蹄翻动一下 这样猪蹄才烧得透 大家看现在这个时候的猪蹄呢已经烧好了 我们用筷子把锅里的葱姜香料全部挑出 接着呢我们再开大火 把锅里的汤汁呢稍微的收制一下 那么这道非常好吃美味的红烧猪蹄 我们就做好了 你学费了吗朋友们 相信只要你用心去做 一定会做得更好 如果你有不同的见解或者更好的方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期留言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呢下期见 最后希望看到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给我点个赞加个关注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咱们呢下期见